主力我想介紹的就是在華沙的國際陌劇節 我也有想的 我之所以去是因為今年被邀請去表演和教他們的master class 這個在華沙即是波蘭舉行的陌劇節 他們選出一個很嚴格的宗旨 就是他們不會叫做最傳統的陌劇 但他們會以silence作為起點 作為主體的陌劇去選擇 或者他們會特別取向選擇以non-verbal 和用身體去說故事的陌劇為主 因為太fancy的東西不多 所以裏面你會比較看得到 例如傳統的馬賽馬素的傳統 甚至由馬賽馬素的門人 他在那裏表演的表演 又或者甚至馬賽馬素的老師 但其實屬於另一個風格的 Eating the crew的Corporal Mine的表演 或者有一些面具 甚至其實東歐他們有自己的陌劇傳統 這些東西在倫敦都沒有看得到 這個陌劇節裏面 你就會看到這些表演 但這幾年的發展 他們再 因為其實這個節有它一定的特別定位和重要性 他們開始擴展出去 這幾年在華沙、柏林和布拉格 他們三個地方 其實他們地理上都有點近 他們聯合起來 默劇圈這幾方面 所以他們開始令到這件事再擴大 無論是表演者或者他們選擇 但始終都是他們和中歐或者東歐那方面 有一個比較密切的關係 我自己去的時候 除了我自己表演 以及要教班 他們講今次練這個默劇節 有一晚有一個講座 就是講關於History of Mine 當然History永遠都編了一篇 永遠錄落不完所有東西 但是他們反而彌補了平時 關於默劇一個很主流的論述 缺乏了的另一面 就是在中歐和東歐的發展 而這個默劇節有另一個特點 就是它除了片出 它有一個Lectural 關於History的東西 它都很著重訓練 所以它又犯 它就會邀請不同的藝人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重點的工作方 短期的課程給一些人 聽到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所以我今天去的時候 教的就是關於用面具的那種形式 而這個主辦默劇節的華山默劇中心 其實整個月 它一個星期 都會有三日至四日 是有一些課程 不斷去訓練 當地一些人關於默劇這件事 而它亦都很主動延伸到柏林 延伸到布拉格 有一些不同的交流 他們的學生 而這個默劇節 它們選取的show 除了剛才說 它們會以身體和silence 為主體的默劇節目之外 它們一方面會假些 已經很成熟的artist作品 另外一樣 它會有一些 會有幾晚 是有一些不是所謂 過半小時 兩個小時 那類show 有一些短piece 的一晚裏有很多 而當中 它們亦都會有一些 所謂一些 叫做學生作品 譬如在柏林 布拉格和波蘭 都會 它們有不同的物件中心 有些所謂學生 它們會有一些學生作品 但那些學生作品 又不是隨便說 你是學生就給你去的 它們是 尤其是這幾年 柏林 剛才說柏林 布拉格和華沙 這三個地方 它們會rotate輪流 在5月 做一個學生默劇節 叫My Mind 的學生默劇節 在那裏 那些學生有機會 present很多東西 然後它們會在 My Mind的默劇節裏 選一些優秀的學生作品 再在這個默劇節 那裏有機會再演出 所以它們在培育那方面 其實是會很著重的 怎樣慢慢發這15年來 孕育到那個觀眾群 我就非常有興趣 所以當時一路問它 但是其實會發覺 就不只是在那個節裏 是因為那個華沙漠劇中心 through the year 都不斷搞這些 而每年暑假 它們都會搞一些 intensive的summer school 靠很多東西 慢慢建立了整個氣候出來 而反過來 當它們的氣候 建立了出來之後 又鞏固它們 繼續去搞它們的教育 等等 其實都是一步一腳 聽它們的故事中間 很多曲折很不容易的地方 有錢在街道 一步 他發呆的 professional